金黄色下干椒 下花菜 下油渣 再米酒 再调好的酱料 下青蒜叶 这个油渣最爽的 很香的呗 嗯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帮张小叔 今天我们用花菜来做的好吃的 这虽然是一道平平无奇的蔬菜 但是我相信80%的盐吃过以后 绝对会爱上这种味道 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了 花菜一个 要这种花朵散开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有一种是比较硬的很难掰开的 先把它处理一下 这么一个要我10块钱 这种大点的话再改一下刀 象征性清洗干净 这种菜不是很脏 清洗一下就干净了 绿干水分备用 这个配料很简单 准备青蒜叶 配颜色同时真香 干椒给它切一下 这种干椒很辣的 四可而止啊 看个个头就懂得了 大蒜子压一压 同时再准备备形成器的油渣一小碗 再给它配个绿色吧 看着绿绿的很有食欲 调味准备蒸鱼齿油 这么多 蚝油一点点 这道菜是酱香味的 所以用这种的调味 盐巴两克 攪拌均匀 锅叶下油 这道菜只有过油 才能达到那种干香的效果 没错这是上次炸甜鸡的油 但是一样的清纯 油温气成液先下油渣渣 低处多余的油脂 同时让它更酥脆 可以拿像这样金黄色的捞出 把油温降到六层叶下 花菜炸 这样子安全一点 十秒啊 七八九十 七八九十 可以了 非常亮啊 可以看到这油一言是那么的尖传 不会被麻剑打得放心 用纸巾擦下锅 把它擦出能抓进纸的状态就可以了 锅叶下黑毛猪的猪油 老权爆香 金黄色下干椒 下花菜 下油渣 翻过来 给米酒 给调好的酱料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下土椒 下青青蒜叶 重点来了 想要想的话 放点滋盐粉 翻炒均匀 明人不说暗话 我喜欢你 终于做好了这份简单来尝试一下吧 这菜真的很香的 就是这个味 来吧 第一口 嫌弃的直接滑过 很脆 这个菜是吃的干香味的 那个有猪油跟那个蒸鱼豉油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油汁 再撒上了汁 非常的香 必须要配上大米饭了 这个油渣 这个油渣 也是好吃的 不得了 又香又脆 这个油渣也是好吃的 又香又脆 嗯 嗯 嗯 水 哇 看到没有 像这种状态下的菜品是很香的 这个猪油跟那个蒸鱼豉油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油脂状态 非常的香 必须要配上大米饭了 这个油脂最爽了 是吧 相信我没错的 看一下这碗饭 很香的 嗯 这油渣绝 到底是哪 doo tego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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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干锅花菜,你学废了吗? 最好关注了,拜拜!